謝謝主席,麻煩有請部長 來,請部長 黃元文 部長好 今年四月的時候 有一個投影中心 一個小寶寶 竟然被打母活活慢死 慢了十幾分鐘 昨天 這個不幸的小朋友的父母 他們來找我 我很感動 在整個會面的過程,從頭到尾 他沒有提一句 希望我介入他們的個案 為他們做什麼事情 但是他們昨天 把整個實際上面發生的狀況 行政上的,法規上的 做了徹底的功課 他們只希望這樣的事不要再發生 這段代誌,部長看過嗎? 有,這段有 我想任何看過 這段代誌的人 都會掉眼淚 而且實際上面 你會發現 這種 用保母身體強壓 然後 逼迫他到 他們肉圍的睡著 你會發現旁邊這位 你也是這個樣子 並不是只有罹難的 這個小屋朋友 然後去把他丟在這個地方 長達半個多小時 然後最後 來的時候 你看看他是用什麼樣的方式 去看這個baby好不好 被他這樣子強制壓著 躺在那邊動都不動 然後最後 等到 突然可能 突然想到他了 翻過來以後 翻過來以後 嘴巴已經出事了 那我很憤怒的事情是說 事後這個保母 他有下跪道歉 但是我更在意的是 這個拖映中心 到底是發生什麼樣的事情 這個拖映中心的負責人 當然是怕他們知道 怕大家知道他們事業很大 除了內湖 全台北市 新北市 桃園 到處都有 然後這位黃子關先生 還有他的夫人 竟然還是一個小兒科醫師 把他們所有的資訊 從網頁上面 撤除 然後 我後來 我昨天開始去搜尋 我才發現 這家恩與股份有限公司 生意做得很大 我們的連鎖拖映中心 這麼多分部 這麼多分店 衛福部有全面撤財嗎 有請地方去 目前我們是請地方衛生局 他們有全面撤財嗎 那現在進行的情況是不是 他們有全面撤財嗎 目前是我們有公文下去 那台北市也有 這件事情可以只發公文就算了嗎 我們有請地方政府要去前面把 查的狀況你們有沒有掌握 目前還沒有回來 還要拖多久 你可不可以今天 部長承諾我下班以前 你們主動問台北市政府 是只有把那一家內湖的 叫他停業一年 其他的都不管 還是其他有沒有這種 系統性的狀況 是這樣子在搞的 是啦 他掉的是所有連鎖 今天下班以前給我答案可以嗎 下班以前我們去把他問 好 答案我不敢就是說 我們都每一家就是跟 我想要清查多少 你們公開跟台北市政府嗎 好 除了台北市以外 還有其他的地方嗎 馬上去查 馬上去查 我上面列出來 做尾照變照的資料 他們自己網頁上面列 結果 部長 我要告訴你一件事 結果你知道他們做什麼事情 他們事發以後 趕快篡改網頁上的資料 本來上面有的 刪掉了好多家 那他是要掩蓋什麼 掩蓋說 上面這些密密麻麻的 都是同一個負責人 都是這一個 所謂的恩與股份有限公司 後面在控制的 但是更讓人難過的事情是什麼 更讓人難過的事情是說 他們說他秉持著一貫專業醫護的理念 用心照顧所有的幼童 好像把這件事情當成是一個單一的偶然的突發的 他們負責人沒有辦法控制的事情 是這樣嗎 來 這不是第一次了 在2013年的時候 是嘛 那就去問嘛 對啊 他們在戲子 一樣喔 是我們的拖音中心 在戲子的拖音中心 被人家檢舉了 結果呢 喔 這麼多廢子喔 OK 沒事 全部 他們馬上把它關掉 自己把它關掉 我去找新北市政府的紀錄 我找不到 我找不到說你有沒有處分 過去發生了什麼事情 這完全是同一個 拖音連鎖集團在幹的事情耶 當我看到這些事情的時候 我只問一件事情 那件事情是說 當初新北市 在戲子發生這種事的時候 我們的政府有沒有負起責任 針對這一個連鎖的拖音中心 進行全面的徹查 如果有的話 內湖這件事還會發生嗎 部長你可不可以承諾我 當初2013年的時候 在戲子所發生的這件事情 現在公開的資訊完全找不到 被抹得乾乾淨淨的 衛福部可不可以下去徹查 當初有沒有人重放 有沒有該揭露的資訊沒有揭露 該做的事情沒有做 這麼大的連鎖集團 部長可以承諾我嗎 可以 我們來徹查 徹查 我們來徹查 2013年這家拖音連鎖集團 出現了這樣的事 他趕快把這個戲子關掉 然後呢 結果今年內湖又出現一樣的事 還不只如此 我上去看 那個拖音中心 現在網頁上面還掛著 我真的看得快休克了 很自豪喔 我們的連鎖拖音中心 全部都是準公共化托育的 當初衛福部在推動這個政策的時候 我在立法院所得到的資訊是 我們準公共化的托育 要補助的是優質私利的托育中心 這個連鎖集團是衛福部所定義的 優質私利托育中心嗎 是嗎 如果當有發生這些事情 他當然不會被我們定義成這樣子了 對啊 但是一提是 4月初 4月初 發生到現在喔 我剛剛上去他們的網站喔 負責了那對夫婦是誰 趕快移除資訊 然後本來是他們的連鎖店的 趕快拔掉好幾個 但是上面還是跟全國的父母在宣傳啊 我們的連鎖拖音中心 是準公共化托育啊 這種連鎖拖育中心 你應該讓他參加準公共化托育嗎 這個沒有具體的去看 我們大概每一家具局去看他相關的情況 但我們會重沿再來審查這個資格 但是我要跟部長講一個觀念喔 他們現在的做法是什麼 好像一家一家看起來是獨立的 可是我剛剛秀的是他們自己喔 跟社會大眾講的資料喔 他是同一個負責的聯鎖集團喔 那他們現在的操作手法是什麼 戲子出事了戲子關掉 然後內湖出事了 內湖被列令歇業一年 那其他地方的呢 其他地方的父母能夠安心嗎 內府部不用負起這個責任 你們即使不自己查 你也要督促地方政府啊 這個已經有督促 那難不成 這些父母把他們的小孩是 要等到下一個悲劇發生在另外一個地方的中心 才要對他採取 然後更離譜的事情是 現在台北市啊 最新公佈了 4月11號才公佈的 我們的內湖拖映中心 還是在補助名單裡 這也太扯了吧 這個等於是什麼 等於是 昨天我真的可以了解 那一對夫妻他們為什麼這麼傷心 而且那麼擔心 他們的小孩受害了 他們的心痛得不得了 但是他們想的只是 怎麼樣讓其他的父母不要受害 但是當他們看到我們政府的作為之後 他們沒有辦法理解 為什麼會去撞人這樣子不孝的業者 對於這同一個連鎖集團的 真的沒有必要全面的撤查嗎 有 還放任他們 在網頁上面繼續做這種不實誇張的廣告 標榜自己 是準公共化脫育中心 會不會太扯啊 我們也下去一查 下去幾個地方在 沒有 剛剛我們大概就是說 我們有那個 北市政府他大概查了 那有通知其他單位 那有通知這我們 那我相信在我們這邊在 在中央政府這邊應該更有作為 更主動的來 那給大家一個採法的基準 相關一個評定 總共惡化的一個檢討 這幾個部分我們都應該來做 結果上一次憑借的是假等 這個我已經 不想講了 是 憑借假等 我最後齁 就是 幫這個父母 跟部長 要一個承諾 衛福部即使不自己下去 自己也要主導 去督促地方政府 不是只有台北市喔 新北也有喔 桃園也有喔 這三個都 全面的徹查 部長可以嗎 可以 委員提的這三個建議 我們都會繼續來做 三個建議都可以喔 我希望部長喔 趕快跟台北市政府 新北市政府 桃園市政府 聯絡 有 這個都有 我真的不希望 這個所謂 連鎖的拖鷹中心 汐止出了事 內湖出了事 下一次什麼地方出事 我們要等到下一個悲劇 才來全面重新檢討嗎 部長你們盡快做 給社會大眾一個交代好嗎 好 OK好 好 謝謝委員 不過你們先 好 謝謝黃委 謝謝部長